行车记录器画面中 缓撞车原本开在外侧车道 前方施工 车子顺着交通锥 往中线车道行驶 开到一半 内侧车道的休旅车 往缓撞车撞上去 接着休旅车被弹开 但缓撞车却一路往外 掉到桥下 放慢动作再看一次撞击瞬间 休旅车先是往外开 接着往缓撞车上撞 然后弹开回内线车道 缓撞车掉到桥下后 一死一重伤 身亡的是副驾乘客 驾驶头部受伤送医 不太知道了 你有发现那个防动车 被你撞下去吗 我怎么很撞得下他 严重车祸就发生在国道三号 南下182公里处 台中龙井路段 1月29号中午11点多 20多岁理性驾驶开缓撞车 发现外侧有三角锥 就往中线车道开 没想到内侧休旅车撞上来 缓撞车就往外线跑 冲破护栏 掉到九公尺高的桥下 没有 我是执行 对啊 然后就是他们工程车 靠过来这样 对 你吓一跳 对就吓一跳 他有发生碰撞吗 之后我就不知道 之后就是 死者是57岁 陈姓男子 当时他坐在副驾驶座 环状车掉桥下 车头断裂 副驾驶座的工程人员 送医后宣告不致 我就撞坏了 我就先停在内侧 过尾车也没把他开了 内线原本有一台 那个休旅车是走内线的 他也是切出来东线 然后他去控装他那个 那个缓撞车出去 警方调查当时缓撞车出行 是要到高速公路上 移除路上障碍物 这次事件跟以往禁止 被追撞不同 是缓撞车变换车道时 被休旅车撞 至于肇事驾驶 有无开辅助系统 以及当时的精神状况如何 警方表示会进一步厘清究责 而到底为何休旅车驾驶会 两度擦撞前方的缓撞车呢 而根据了解当时缓撞车 它是好好的行驶在国道上的 但是后方驾驶不止车头追撞 同时车身再度擦撞 导致缓撞车车身整个偏离 撞破了护栏 而冲到桥下 导致如此严重的事故 工程缓撞车被撞出高速公路 冲落到国道高架下方九公尺处 车上两人一死一伤 警销到场时两个人已经被救出 21岁理性驾驶 头部受伤流血 但57岁副驾驶座上的诚姓乘客 看起来虽然没有明显外伤 却当场欧卡 送一后仍被医师宣告不治 死者被送回大家老家 妻子悲伤不已 他说先生之前 也做相同性质的工作 转到目前的工程行才半年多 知道这个工作的高度危险性 今天带同事执行任务 却遇上死结 而他的同事理性驾驶 则在医院治疗后出院做笔录 但两车擦撞怎么会坠落到 9公尺深的国道高架下方 肇事的休旅车 车头先朝工程缓撞车 撞击了第一下后 车身再向缓撞车撞了第二下 缓撞车在行进间 左侧遭剧烈撞击 车头瞬间往右 冲破护栏钢柱间的W钢板 冲出国道 车身也滑落边坡 而遭缓撞车撞击的护栏 高度82公分 这里还没到桥梁段 高工局踩柔性护栏 也就是只有钢柱跟W型钢板 原本如果只是车身擦撞护栏 具有导正方向跟减轻伤害的功能 但缓撞车是车头撞上了W型钢板 护栏根本挡不住这剧烈撞击 而旁边接近桥梁段 就是RC护栏跟钢柱 有坚固的水泥护栏 高度也达119公分 防护性相对更高 当时工程缓撞车 要往南去清除国道掉落物 却遭侧边撞击冲落边坡 车头严重受损 两辆吊车到场脱掉 这一次工程救险车 却遇险受灾 TVBS新闻 陈书贤 陈其君 红彩轮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道 政治化重点时间 我们带您关注到 从大选之后一路延烧到这个礼拜的 就是中国大陆前央视的调查记者 王志安上贺龙夜夜秀 而当中提到民进党来操弄悲情 操弄伸仗者这样的言论 导致节目还有他本人都被沿上了好几天 而是个多日之后 贺龙夜夜秀的主持人 贺龙也是这次话题的风暴中心 他终于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当中 公开道歉了 我们带观众朋友看看贺龙是怎么说的 他其实 他说期待未来陈俊翰律师 能够借由民进党的安排能够有机会用递捕的方式进到立法院 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实现的话 请大家四年之后 也就是2028年 把选票投给最努力对升降者权益付出的民进党 把陈俊翰送到立法院 而2028年时夜夜秀也会全力的辅佐民进党 不过针对贺龙在现场的表述还有录影当下很多观众朋友鼓噪的声音 有些人认为呢 这是诚心的道歉 但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贺龙夜夜秀的高级酸 不过与此同时呢 他也强调被言上的那几句话跟动作 其实都不是他们设计的段子跟喜剧是没有关系的 同时他也表示来宾言论也不代表夜夜秀所有工作人员的立场 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团队也已经联系上陈俊翰也对他来道歉了 谢谢陈俊翰愿意既往不救 但是贺龙强调未来他们在审查他们的节目内容的时候 对于弱势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议题会更加审慎的小心 这就是目前事件沿上的最新进度 一出场先自嘲又叹气 自从大陆媒体人王志安在节目上歧视发言 自己也被点名要停录加道歉 主持人贺龙五天之后直求对决 我应该要反复来回研究来宾的言论 肢体动作是否恰当 这是夜夜秀的疏失 我们虚心检讨 谈言影片剪辑思虑不周也已向当事人致歉 毕竟当事人感受最要紧面对各界踏伐声音 贺龙说王志安讽刺和模仿的确不恰当 但不代表节目立场 这来宾讲的话为什么要坐在我头上啊 言上的那几句话和动作 并不是段子跟喜剧是无关的 同时来宾言论也不代表夜夜秀 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立场 终于出面灭火 以下粉丝说脱口秀不会因此停播 但最后这样喊话留给观众自行联想 四年后的2028年 大家把票投给对身杖者权益付出 最努力的民进党 增加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席次 把陈俊翰律师送进立法院 夜夜秀到时候也会尽全力 辅选民进党 BBB的新闻李明豪 杨佩玉台北厂报道 是的 不过针对贺龙的道歉呢 并且当中提到 2028年要来全力辅选民进党 对此呢 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陈俊翰就表示 如果呢不想要支持的话 其实也不必勉强 但是对于贺龙出面道歉的态度 他觉得虽然有些迟 但是肯定出面负责的态度 但这件事情是跟意识形态 跟党派颜色他认为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大可不必2028 要勉强自己来支持民进党 但是四年过后呢 如果叶叶秀还有贺龙团队 对民进党认同的话 那么如果要支持他也是非常欢迎的 而民进党的发言人吴珍 也针对了贺龙的道歉 他说王志安呢 试图用政治化来掩饰他歧视的行为 不愿意承认错误深表道歉 而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民进党政策会 这个王毅川 其实同步他也有进一步的表述 他认为呢 如果贺龙这样的道歉发声 不是真心不是真心认错的话 只会让人退步而已 肯定脱口秀主持人贺龙勇于认错 因歧视被沿上的贺龙夜夜秀 事件之后团队还答应录制特别单元 陈俊翰给予认同但党内人士可不见得 因为主持人贺龙的道歉影片 却在最后说 2028要辅选民进党 就被质疑是高极酸 王毅川就写下 面对质疑可以转移焦点再反串 迎来的哄堂大笑就自以为成功 每次的犯错都会让人成长 但不认错会让自己退步 埋下犯大错的影子 贺龙致歉 但事件的另个主角 大陆媒体人王志安 在发影片回击绿营 靠选举消费伸张议题 当事人双方看似和解 但陆方与绿营持续交战 再来看到2月1号礼拜四 就是新国会新起 同时也要选出立法院的正副院长 而要把握着关键少数八席的选票 也就是民众党的选票 今天呢蓝绿的 不管是民进党的游席棍跟蔡启昌 还是韩国瑜陈启臣 江启臣 他们通通都到了民众党团来拜会 但是似乎呈现了微妙的气氛 我们先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今天一早呢 其实国民党的韩江沛 就到了党团来拜访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好像大家都笑容满面 气氛满融洽的 韩国瑜还说这一次的拜会呢 是甜蜜又刺激 似乎也希望能够塑造双方友善的氛围 而这整个过程当中呢 韩国瑜跟黄国昌还两度相拥 而且是韩国瑜主动邀约的 不过反倒是旁边的黄珊珊呢 反而在公开的场合来说 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不发抑郁 而双方的闭门会议35分钟 还传出黄珊珊要求韩国瑜 来约束国民党籍的立委 不要一直攻击他 郭当兄终于见面 欢迎欢迎 真的是久仰大名 要争取立法院长的韩国瑜一句话 拉近距离 代表民众党团的黄国昌 也难典笑意 会前会后 拥抱都是一秒大意 来 郭当兄抱一下 OK 很多人都说密室协商 好像有利益勾结 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我们只有无比的真诚 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 绝对没有外界所形容的 什么私设行堂 或者是要密室协商 条件交换统统没有 不过这看似欢愉的气氛当中 魔鬼藏在细节里头 且听蓝白双方这么说 我们在里面 沟通了国会的改革 在野党 未来能否大家联手 满足广大台湾人民的需求 未来在国会当中 所有的在野党 能够跟执政党的立委 针对国会改革的议题 怎么样健康的 让台湾的国会 能够更进步 不同于韩国瑜强调的 在野联手 黄国昌重申也要跟 执政党合作 况且除了她 互动相对热络 看看一旁黄珊珊 从头到尾顶多只露出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据了解闭门会谈的35分钟 黄珊珊更是一句话都没说 不过要挺韩还是挺油 答案还没定夺 倒是很多民众肯托 别跟绿营合作 现在民众党 跌就都会跟民进党 那就 我知道了 你要跟我说你欢迎的事情就没有 对 我说 中国就会跌民众的 希望连民进党能够 民众党能够支持韩国瑜 当立法院 了解了 我目前来讲听到蛮多的声音是 对跟绿营合作这方面 是有比较多的杂音啦 所以我们会把各种不同的意见 都忠实的呈现给上面 除了作严 党的发展 还得兼顾支持者的情感纠缠 TVB的声音 董明和尊重权力 评议业风格小组 台北博党 不过选前打的 其实就是非律整合 接下来呢 新的国会愿起 已经即将开始了 蓝白之间 他们到底要一起来反新潮流 还是来反民众党呢 基层的声音 还有选民的期待 究竟民众党要如何开始调和 而且同时呢 民进党团呢 他们今天也已经召开了 他们的党团记者会 同时也是正式提名了 游锡坤与蔡其昌 来作为搭配 而当中呢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他说确定邮昌配 那么呢 这是当选来第二度 对立法院希望能够来凝聚 党内的共识以及团结 不过对此绿营也传出 到底这个要不要支持民进党 还是绿白之间怎么合作 通通都要看在这柯文哲的一面之间 而今天呢 其实蔡其昌跟游锡坤 他们共同来民众党团 拜会的时候 双方呢 其实气氛也蛮微妙的 甚至也有人说 是不是蔡其昌跟黄国昌 双昌稍微抱一下 但是蔡其昌秒回 要抱的只有老婆 你昨天是演讲来抱抱吗 来吧 不要 不要 不用抱 我通常只跟我老婆抱 如果尴尬的不是你 就是别人 没有了歌韩国瑜的抱抱 只是捡到握手 毕竟两人歌啦还在 尤其黄国昌之前喊出票 一定不会投给蔡其昌 岳长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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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要争取立岳楼头连任 民进党的游锡坤 和蔡其昌 还是提早五分钟 现身民众党团 简单寒暄上楼 跟蓝影样采闭门会谈 游锡坤肢体有些僵硬 不过双方原定谈35分钟 最后聊了50分钟 台湾民众党的立场跟角色 就是来者是客 我们以礼相待 而且对于从早上到下午 两场的会谈 内容都非常的融洽 周四就要投票 要支持谁 民众党有头绪了吗 就像柯文哲主席所宣誓的 我们一定是团进团出 不过由商费来会务前 游锡坤率先贴出了给民众党立委的公开信 其中允诺要朝向建立单一招委制度 你采取单一招委 可能会小党的利益 会受到忽利 那基本上国会改革我都支持 我不代表民进党发言 即使是单一招委制 也未必是赢者全拿 像德国的国会 他们招委席制的分布 是跟国会的比例 是相配合的 这要算当面被打脸了吗 蔡启昌更是这样补充 如果我是蔡委员的话 我个人并不会在这个阶段 我会赞成说 要把小党的意见把它抹杀掉 藍绿历经所谓的面世 接下来就看民众党如何发球 TVBS希望高本领 红富华的听点音小数台报道 而同学很多人也说 这一届的国会也是全明星阵容 而且过去在北市府针锋相对的两人 要在国会殿堂再度拒投了 这指的就是新科的立委王世坚 以及韩国瑜了 那么过去两个人针对北戎的争议 一个骂对方是蔡崇 是流氓 另外一方也是反唇相机 两个人针锋相对 赚足了流量 昔日在议会过招 未来在立院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呢 今天我们也采访了王世坚 王世坚表示 他其实最主要还是希望 他们同党的同志游锡坤 能够当选立法院的院长 但是他认为昔日的对手韩国瑜 这韩江沛如果当选的话 未尝不可 绝对会有一番国会的新气象 但他也不认为 他会向中共来进行妥协 那么呢 接下来双方的互动 在2月1号也有的看了 来立院垂膀车位 王世坚迟到差点错过党团开会 尤其这天蓝绿白谈立院龙头选举 韩国瑜黄国昌 他拥抱很热情 韩国瑜本来就比较热情嘛 那他会跟人家拥抱 这是理所当然的啦 情理之中嘛 但是拥抱不代表投票啊 不是嘛 所以是不是他们 我们黄国昌跟民众团会 投给韩国瑜 这还未定之天啊 曾说韩国瑜当院长 能带来新气象 这次两人再续前缘进国会 是否也会出现过去议会 交锋画面 我想不会啦 我们会 主要都各自 要为各自的支持者 选民来负责 所以不会有什么 其他判格的现象 议会激烈质询 人气窜身 但王世坚就爆料 曾送磕的龙袍 对方晚十天才还 拿回来还有特殊气味 闻起来有淡淡的磕味 大概因为一般送礼给市长 那他们礼貌上 当天或者隔天 那他就会送回 那只有这一套龙袍 我送去之后 那过了十天 柯文哲才把它还给我 三人爱恨情仇带到国会去 不过却有人认为 韩当院长带来灾难 独派团体立足 韩国瑜坐上立院龙头宝座 就在立院的附近高楼外墙 高挂布条表示抗议 会用膝盖走路的院长 除了一笑国际以外 仅有可能变作共産洞 统战的工具 同样都是独派 对韩国瑜当院长却意见相左 TVB的新闻 而今天国会两大党 国民党以及民进党 其实他们的国会主要干部 都通名单已经出笼了 我们看到国民党团 总招已经确定是副昆琪 书记长是洪孟凯 而首席的副书记长是林思敏 民进党方面 总招依旧是柯建民 干事长是吴思洋书记长是庄睿熊 但是真正的议会的会期都还没开始 双方就已经隔空交火不断了 过去呢 傅昆琪在竞争这个党团总招的位置的时候 就频频放话 说只有自己能够跟柯建民来对垒 但是柯建民他就回复了 他说要求他不要所谓的爆虎逢何说大话 但是呢傅昆琪也回呛 真正的核爆还没开始 咬柯建民后大麦造 不过这过程当中呢傅昆琪呢 终于平息了党内的竞争 取得了党团总招的大位 而退让的就是过去的总招赖斯堡了 赖斯堡进一步也表示 自己算算票数绝对赢 但是他不愿意为了赢得总招大会 让党内失去团结 因为整个过程当中呢 有许多的立委都打给他说这票 不晓得要怎么投 他思考再三 决定放弃竞争 退出总招选举的赖斯堡 傅昆琪这通电话打是打了 但他没接到也没有回波 赖斯堡这成全想必众多连任或新科立委都松了好大一口气 选前人情再免再欠 而蓝营安内成功 接下来得批立院联军 至于民众党所提出的单一招委 不能让民众党看似全主导 国民党再抛藐视国会罪 不让官员反質询 就看民众党接不接求 蓝白在院长出炉前 眉来眼去互抛法案绣 绿营总得找个机会 回下一球 准副总统肖美琴 今天到了苗栗的拱天公参拜白沙屯妈祖 但是过程当中有信仲发现 他似乎没有拿香参拜 是用鞠躬来作为代替的致意 而一路上戴着口罩用拱手的方式 跟民众打招呼 原来他说他感冒了 结果没想到到了下午一点多 他在脸书上po出了快晒的照片 原来他二度确诊了新冠肺炎 新年快乐 整副总统肖美琴 到苗栗通宵拱天公拜妈祖 他没有拿香 用三鞠躬代替传统的三县礼 大天参拜之后离开前 他也是拱手跟民众致意 说感冒了不握手 这是他第一次到拱天公 不过四年前就和白沙屠妈祖 照命过了 二零一九年他在花莲竞选 白沙屠妈祖市区绕境 来到竞选总部驻驾 金钱团队弄狗咖 照片当中 鸾叫前的民众跪着膜拜 他站着致意 他说基督和妈祖 共同的语言是慈悲与怜悯 妙方表示 投票前就有听幕僚说 准政府总统选上了会来 还预言今年白沙屠妈祖 禁香应该是准总统赖清德 请登教 小美琴离开拱天公之后 到餐厅参加便当会 门口等到了赖清德抵达 没有一起进入 下午一点多 他脸书PO出了这张照片 两条线确诊了 他说苗栗卸票活动路上 因为鼻塞症状 在车上做了快塞 结果阳性第二度确诊 他全程戴了两层口罩 不用餐 没握手 跟人保持距离临接触 完成两场感恩活动 也说接下来这几天的活动 就不出席 还希望昨天在台中 有近距离互动的朋友 都能平安健康 TBS新闻谢国敬无数评 苗栗报导 而再来关注的是 这TOYS到网红超哥的店里头吃饭 觉得醋饭不好吃 结果双方在街头 发生了暴力的肢体冲突 那根据了解呢 事后TOYS 他在自己的直播当中说 他看到了超哥在警局接受调查的时候 却可以坐在警局里头泡茶 那么同时呢 在当下第一时间 他被围毆的时候 其实他觉得远景到现场的做法 似乎不够积极 但是今天TOYS出席了公益的记者会 语气却一改如往 变得相当的温和 他表示可能双方对于这过程 都有一些误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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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头顶上的大片伤口 一片光秃秃还有结痂和缝线 触目惊醒 直播主TOYS出席直播平台的反读活动 自嘲负面教材更贴近主题 但是被问到触犯事件 却一改直播时的火爆话语 呼吁这一次的公益活动 就来参与这个公益活动 大家也有做这个公益的权利 参与这一次的 就是这个公益活动 开口闭口都是公益 事发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语调却变得异常轻柔温和 但他自己或许明明知道 全部人都是冲着风波而来 透露还没得到超格道歉 道歉大可不必 但是我觉得 要和解的话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捐赠一亿到这个 另外跟我合作的这个公益项目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跟我打一场生死擂台赛 开出条件判超哥接受 而他在直播时指引警方 在第一时间还放任超哥殴打 但分局有所疏忽 但才不到一天 可能双方都有一些误解 所长在回应的时候 可能跟路人所拍摄到的 一些素材不太一样了 可能所长在第一个瞬间的当下 可能也没有掌握了 完完全全的这个画面 说了好几次可能 让人物理看花 记者会楼下甚至有警车到场 宣称是要帮忙为安 我想如果用我的命 能够让大家看到 这个社会上的暴力事件 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毕竟大家可能觉得 我本身就活该打 活该 那也无所谓 就当作赎罪嘛 对不对 被打一打 可能大家对我的怨恨 没有那么深 那既然我都被打了 那大家一起来跟我做公益 这回担任劝目活动发起人 倒是当得很称职 或许是TOYS上进社会版面 学到的最新课题 TV的新闻女学委 林云正林文 新小组 台北报道 而另外一方面呢 超哥在先前的直播当中 指引警方的作为 不论是第一时间到现场的时候 有没有及时制止 或者是处理这个 超哥做了笔录的部分 但现在态度批变 而同时呢 外界也有传出质疑 说过去呢 大安分局的远警 好像有吃过超派鸡排 不过其实今天警方就回应了 一切都是依法执行 而所谓吃过超哥开的鸡排店的鸡排 其实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 民众送的 就是这张照片 超哥和同事谈话 中没有泡茶器具 茶叶还有麦当劳指袋 被指一现刑犯怎么会派出所后 都像在自己家泡茶聊天 移送贤拍下这张照片 最左边男子外套衣服 都和超哥移送时穿的一样 代表征讯前 他确实出现在泡茶桌上 有关黄姓范贤坐于泡茶桌旁的照片 为本分局安和路拍所 二楼征讯室外的办公室 现场为等待律师到场 陪同应讯的场所 明明等律师也能在征讯室里等 似乎有点解释不通 警方也强调最初没把超哥上铐 是因为他愿意配合 加上现刑犯得上铐 并非应上铐 但对于大安分局指出 警方到场时已经没在打架 而动手的只有超哥和另外一名男子 被TOYS指控和事实不符 这个现在台湾的路边监视器不是很多吗 我就不信 只看到一个人出角 连民众拍到的画面都有其他人出角了 我本以为 我真的本以为 我只要跟到警察来了 接下来就可能换我嚣张了 你懂吗 结果 警察到了 我连正眼都不能看他一眼 不仅被指控 拜安有瑕疵 大安分局还被质疑 收过超哥送的鸡排 哇 原来是喜欢吃超派炸鸡的同仁 难怪 到了之后没有人再打架了 事实上炸鸡 确实有送到大安分局 但是是发生在去年5月 是民众送给警察的 并不是分局订购 时间跟伤害案也完全对不上 网红间的战火持续延烧 连大安分局都被牵连 尽管再三强调 把超哥一杀人未遂罪 被依法移送侦办 但一举一动 仍被放大检视 TVC 环境国家面 台有报道 好 但是面对意见不合呢 公然的使用暴力 或是私底下 用这私刑来解决 通通都是最坏的示范 这些网红呢 也被网友戏称为 姿势型的网红 到处惹是生非 其实他们拥有庞大的流量 是不是也应该做好 社会的表率呢 同时我们也要分几个面向 今天来共同深入讨论 这样的社会现象 我们先要邀请到我们的社会组记者 雨雅 雨雅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好 雨雅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呢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新闻焦点当事人 应该是超哥跟Toys 但是没有想到 今天连警察都被卷进去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直播当中的Toys 说辞是一套 但是在公益记者会上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态度又变不一样了 那警察到底要如何应对 跟看待这些名义呢 对 其实这几天 他们双方一直都是隔空交火的状态 那今天的最大进展 就是Toys他第一次现身 那他刚刚有看到 就是新闻他有戴着帽子嘛 他当时呢 他也是跟大家秀出了 他被超哥打的这个伤口 到底有多深呢 我们这边有个放大图 可以看到就是有个撕裂伤 那他也说 因为这边的皮肤已经坏死了 所以没有办法长出新的毛发 对他来说是一个长久的伤害 那刚刚其实新闻也有提到 他的态度确实是差蛮多的 因为事发之后 他第一次直播 他是对超哥抛下重话 他是说 就算我花光所有的积蓄 我绝对不会跟超哥来和解 可是他这一次呢 画风一转 又开出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希望超哥可以捐款一亿 第二个就是要跟他 打一场生死的擂台赛 那其实这两个条件 乍听之下好像有点难实现 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 超哥的确是一个财力雄厚的网红 但要拿出一亿的确 应该是有点困难的 那再来就是打个生死擂台战 他们是两个想要拼个你死我活 所以这两个条件 实际上能不能执行 还是有点难度 所以Toys真的是有想要跟超哥和解吗 还是留个大问号 那除了这个超哥的部分之外呢 他对于警方的态度 跟之前也是差很多 因为他之前呢 刚刚刚看那个直播有看到 他是非常质疑这个警方所有的做法的 他是说当时候警察到的时候 没有对这个超哥搜身 然后也没有跟他压制啊 或者是查他的凶器 甚至他质疑还有其他的凶手 而且也让这个网友都怀疑说 是不是警察跟这个超哥的关系很好 警察才会这样子 那其实这几天呢 警方就是大安分局 他们已经不是针对这一次 第一次做回应了 其实一直在针对Toys 或者是超哥的质疑 还有民众的质疑来做一些回应 甚至拿出警方的密录器啊 还有监视器还原 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警方他们一直都强调说 所有的过程 他们都是依法来办理的 没有任何包庇啊 或是礼遇的状况 那超哥这边呢 他这几天都在干嘛呢 他这几天应该走的是个文清风 他虽然没有在po一些影片啊 或者是比较激进的言论 但是他最近的脸书的动态都是 就是像这样子简单的背景 然后配上几个抒发的心情小语 这样子 但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前几天还要引用这个 赛德克巴莱的知名的台词 然后他的文案是写说 台湾人的价值就这样吗 台湾人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不应该接受有人 蓝颖的餐厅 无理的评论 我们还要原谅他之类的 结果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有民众就说 你不要再把台湾人的价值挂嘴边了 你们两个的纠纷到底关全台湾人的价值什么事 所以现在这个战火还有争议一直都还没有平行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网红的一句话的确蛮有影响力的 整个分局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闹哄哄的 警方他们要怎么应对呢 也只是就是像这几天一样 尽可能拿出所有的证据来跟民众还有质疑的人呢 还原当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下到底谁对谁错 其实司法还有他们两个人应该心中都自有评断啦 你就像余娅所说的喔 这个警方有的时候可能像是我们跑新闻一样 可能收到了一个民众的投诉线报 但是我们中间过程当中呢 记者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多方求证 这消息的真实性 并且还要平衡报道 而现在警察其实也面临了这样的情况 在自媒体发达的时候流量为王嘛 所以一开始的一些情绪性的字眼 一些操弄或是质疑甚至阴谋论都可以激起很多的流量 但是呢 不管是媒体警方呢 还是政府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在进一步的澄清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网路上看到什么劲爆的讯息的时候 都要求证再三 不要第一时间就随之情绪有波动 或是随之起舞了 而同时呢 其实网路上面呢 横行的还有诈骗的问题 不过今天这一名受害者非常非常的可怜 他损失的不是钱财 而是他的社会公信力 原来呢 这名网路行销专家 过去曾经也上过我们的节目来畅谈 如何经营他的斜杠人生 结果没想到就被这一片集团盯上了 觉得这专家长得很诚恳 拿他的肖像来骗钱 有网友不明所以 甚至起底他的全家 惨遭网路的霸凌 照片底下的留言好激动怒骂还批评 另外一个留言也是直接截图账号 打骂骗子 但照片中的人也有话要说 经营网路行销的流奶爸 照片持续遭诈骗集团盗取 拿去四处网路骗人 到现在还是有说不完的私讯 嫌犯都是利用假军演假医生的爱情诈骗 连本人想出来澄清都不被相信 女儿跟我联系说 我可不可以跟他妈妈通电话 看看证明一下我才是本人 不然的话他妈妈一直不相信 连警察去阻止也阻止不了 银行也阻止不了 他就是硬要汇款 真的是好无奈 笑说自己长得不是特别帅 怎么会被盗图 点开真正经营的脸书账号 总共七千多人追踪 原本相簿内的照片全遭到用 粗估至少有上百个假账号 有些受害人开始私讯局一 顺劇激动雄不雅致引入骂 流奶爸报警也没用 全家全公司的员工都帮忙检举 多次全亲检举还报警 都没办法恶阻诈骗集团 我的小孩我的太太 她们的脸全部都被当作诈骗集团 那是她们一家人一伙的 她们就说她们是同伙的 甚至说我才是诈骗集团的首脑 去指挥全世界的诈骗集团 都越讲越夸张 之前像是艺人白冰冰 王仁甫还有令理事 都曾遇到被盗图行骗 这次居然连素人专家也受害 流奶爸想亲自澄清 如果用她的照片说要借钱淘擠的 都不是本人 请民众手好钱包 别轻易再被罢数骗光 TV微信息的蔡明轩叶军堂报道 而如果您有类似 这位网路行销专家的经验 也是长相诚恳 比较容易取信于人 或是看起来比较专业的样子 结果您的笑项也被盗用了 到底应该如何自保 法律程序上有什么事情 可以先做起来的呢 我们就来请教余娅了 好可以看到呢 所以现在不一定是长得特别帅特别美 网帅网美等级才会被盗照 是所有人都会面临这种问题 所以盗照其实另外一个层面 拿你的照片来进行犯法 又是第二个层面了 那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其实警方说了老话一句 先检举起来再说 因为其实警方说 他们侦办是会分两个层面来侦办 第一个就是民众报案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跟这个公司来进行 要这个被告的IP位置 然后来通知他盗案说明 但是第二个部分啊就是 到底这个照片能不能下架 其实全看这个平台的公司 那比较困难的点就是 因为现在大家用的社群平台 不就脸书吗 或是IG 这种都是境外的公司 台湾的警方 其实很难跟他们 会有这种对接的窗口 所以以他们平台来讲 到底要不要下架 就是以他们自己公司内部的审核 因为其实平台 对平台来说 他们也很难去分辨说 到底哪个账号 哪个照片是真是假 你到底是A还是你到底是B 所以要他们下架 其实的确会有难度的 那警方也说了 如果你检举之后 你担心不会被下架 那你就找多一点人来检举 让这个后台的数据去读到说 今天会有很多检举 那这个账号是不是有鬼 他们就会去查了 但查的速度可能不会这么快 因为其实盗图到文章 对这个平台业者他们来讲 并不是非常急迫性的问题 那什么才叫急迫性的问题呢 就是牵扯到国安 或者是生命财产 或者是假讯息 例如说有人在脸书发文说 我几点几分的时候要去砍人 或者是我在哪里放炸弹 这个就是假讯息 或者是有可能危害生命安全的 平台他们就会立即的去处理 但是盗图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 就是可以再往后放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所以警方也说如果你被盗图的时候一定要先检举 再来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盗别人的图就没事 因为光盗图这件事情 你有可能就会侵犯著作权法 那如果你是拿别人的照片 以别人的身份去做一些犯法行为 可能清一些文书资料 或者是去诈骗别人的感情 骗财骗色 有可能就会涉及这个卫造文书罪 当然这个还是依个案来处理 每个个案的不一样 他们犯的法条也不一样 所以警方还是再次重申 你只要有检举就有机会 那如果真的危害到你的生命安全 一定要来报案 至少让警方去锁定 这个人的IP位置是哪里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这样子也比较好遏止 后续的一些犯罪行为的发生 确实 所以于玉雅所说的 不要小看这个在社群上面小小的检举行为 其实这就是捍卫自己肖像权 还有相关权益的第一步 所以发现自己被盗图 或是您的这些使用来源 被人家别的搬运工 搬运过去导致片流量 记得检举先按下去 我们谢谢玉雅的提醒 谢谢 好 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尾牙季的时候 很多餐厅想说 哇还有很多新客来临 希望可以扩大口碑 纷纷都会推出 如果进入Google开始评论的话 就会送一些小餐点 或是送上一些新意 希望顾客可以多留一点评价 没有想到这间餐厅呢 希望顾客呢 留评论送茶包 那么顾客确实也评论了 但是却是真实感受 只给了三颗星 没有想到 有店员看到之后 还没来得及 让送走顾客 就直接当着他的面公审 直接只问顾客说 你为什么给三颗星 有民众自曝来到北车附近购物广场里的吃到饱餐厅吃尾牙 直呼吃到觉得很内伤 就是因为问卷给了三颗星 秀出问卷截图 民众表示尾牙去吃到饱餐厅 店员要大家写问卷截图 能换茶包 民众就当天的感觉 诚实写了问卷 没想到过了几分钟 一位戴眼镜的服务生阿姨 跑来桌边 直问说为何只给几颗星 让珍珠人很惊恐困惑 服务生看没人举手 接着就大声说出民众的名字 为何只给三颗星 让民众魂魄被吓到飞 直言想好好吃饭 不被打扰的话 以后心心要给满 不要留真名 被当众公审后 根本吃不下 真心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超派店员 不应该这样公审吧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表达意见的一个权利吧 就气氛好像有点被打乱了 心情有点被打坏了 当时民众坦言 脑袋一直出现 服务生阿姨愤怒来桌边心事问罪 大声唱名的样子 事后有用信箱告知 也有接到店家说抱歉的电话 主管说是员工个人的话术 也觉得员工这样非常不对 而吃到宝所属的餐饮集团 官方账号也赶紧公开留言致歉 表示同仁过度想了解可改善的原因 而可能忽略满意度声音搜集的背后意义 是要令顾客安心填血 并且虚心倾听改善 以务实面对检讨 同仁也以置信表达歉意 因为毕竟评论还是每个人自己的想法 也不能说他不对 只是说有点太过于冲动了这样吧 事件持续延烧 店员恐怕为了追求餐厅满意度求好心切 但如果让顾客不舒服 恐怕还是得誠心致歉来挽回形象 TV的新闻 新闻想的刘宜轩 台北上马道 我确实有顾客给予三颗心 这么诚恳的留言 或许店家也可以稍微态度好一点 来了解顾客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为何没有给五星好评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 如果对我们的直播有五星好评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分享按赞 多多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 我们是最有知识含量的新闻直播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看到 过年期间您是不是也要出国呢 近期因为日币的因素 所以很多人喜欢到日本去旅游 但是有台湾的游客就发现 怎么搭日本的电车好像没出国 因为上头就出现了像是桃园捷运 桃园市政府等等的字样 觉得好像感受上面有点错觉 是不是还在台湾 后来我们的记者去了解 原来其实陶杰跟板神电车 跟金城电车都是姐妹电车 双方都有互惠的广告 就连来台湾旅游的日本人 在搭机节的时候 看到他们当地地铁的广告 也会觉得恍如在日本 电车缓缓进站 仔细一看车辆外头 还印有台湾和桃园字样 再放大来看 右上角协上桃园捷运 桃园市政府 这在台湾不稀奇 但您能想象吗 这样满满台湾元素的电车 竟是出现在日本 也有网友分享图片 直呼在日本拍的白出国了 引起其他民众热议 还有人贴出 大阪环球回市区电车上 车内有台湾广告 前草传法院通 卖台湾鸡排 一片六百 街头也有蒸奶店 横冰中华街 甚至出现台湾脚底按摩店 让民众忍不住说 怎么台日友好到 都快错乱 实际询问日本游客 不少人说感觉很像 因为在台湾 他们也看得到日本元素 像是日本企业品牌广告 或是建筑物 以及常见日本美食 都有另类熟悉感 其实在台湾 桃园捷运同样也看得到 外观有日本 金城电铁广告的列车 陶杰说明 这是因为他们和金城电铁 版神电车是姐妹电铁 彼此互惠 广告互坏 光是台铁跟日本 就有27个地方 是有姐妹站或姐妹路线 在列车途装上 跟台湾车辆是一模一样 那在开过来的时候 的确会有让你觉得 你到底人是不是还在台湾 达人说明 要想在日本 看到台湾宣传广告 大多都是在交通汇集处 车站以及机场 只是台湾像日本 日本向台湾 也难怪让台日旅客 有回到家乡 错乱的感觉 第一遍新聞 也表示真的是请不到人 像是有拉面名店 他们祭出大约是3万5到4万5 并且含有绩效奖金等浮动式的薪资 还是请不到人 很多新人来了两个月就离开了 不过也有其他的拉面店业者 却可以在人力荒当中屹立不摇 店家也表示他们有确保 这些员工有明确的升迁制度 反而比较容易流财 先炙烧心慢 插烧干貝 再将高汤放入碗中 主打鱼背系清糖拉面 和浓厚鸡白汤的炒灯拉面 没想到因为人力不足 和租金提高将在一月底歇业 夫妻党就是店主开业三年了 一开始就两人在内厂埋头苦干 加上一位资深外厂员工 直到最后一年才开始征人 没想到因为两头斑 厨房又热 想找人来工作难上加难 正值薪水开3.3万到4.5万 因为物价租金压力无法再调高 但有试着祭出其他福利 然而还是没用 希望用奖金或是分红的方式 让呃员工拿到更多的钱 先离职了所以他拿不到那个钱 不过因为人力慌 吹洗灯号的拉面店可不止一家 另一家同样位在大安区的拉面店 明明才宣布要真才 不过如今却在大门口贴出大大公告 表示因为足月到期即将在1月底 正式洗灯 扭山肉太郎开业才不到一年 所属的餐饮集团坦爷 除了足月到期 人力不足也是主因 另外同集团的面屋鸟美安 也同样因为找不到人力 在1月以巧巧关门 而饮家拉面老板所开的姐妹店 面屋成吉 也公告因为缺人力 2月1号起开始店修 不过也有连锁台式拉面 才创立一年 分店就一家一家开 业者透露 抢财留财策略 虽然基层正值起薪 大概也是三点三万左右 但有规划像是用半成品 订定sop 让出餐更快 部分地面员工可选择不用两头班 九任的员工薪资比同业高一成 甚至管道透明 有机会便管理值领四万到五万元薪水 就派可以让员工做更长久 达成双方互赢局面 而今天呢在亲子圈还有家长圈 一个震撼蛋 这可能是儿童界的天王巧虎 传出这个巧莲制月刊 受到阅读习惯的影响 接下来呢 他们已经可能会无预警在3月1号 停止受理新订跟续订了 明年3月月刊就要步入历史了 那很多家长就担心了 因为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实体的书刊 可以亲子共读 而且呢 小朋友似乎不太应该 从小就要接受这些3C产品的蓝光 不过呢 因为科技的发展 还有时代的趋势 也逼得这巧莲制月刊 已经陪伴大家35年了 也得做出改变 跟着乔胡一家逛超市 爸妈带着小小孩一起读 家长很珍惜亲子共读时间 去年12月才刚订巧莲制月刊一年 如今却成了最后一次订阅 产品都是会走向数位化的话 那可能家长就必须要去寻找 其他实体的产品 巧莲制抛出震撼但宣布呢 月刊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 就会正式停止受理订阅 还有续订阅 而且就在明年的3月份 就会是最后一刊代表将正式的走入历史 巧莲制脸书也涌入大量留言 家长认为 纸本日读对小孩比较好 不想让宝宝看3C 也希望能保留纸本 只是公告中已经写明 月刊确定会转型 会持续出刊到订阅的奇数 而其他商品跟YouTube频道也会保留 主菜的小锅子再搭配文字图片 有书有教具边玩边学 恭喜恭喜 或者是配合春节 巧虎教你说吉祥话还唱歌 不少人头年 每个月最期待见到巧虎 只是陪伴台湾人35年的月刊 怎么会无欲仅停止订阅 巧莲制透露1989年出版 但今年已经连续亏损8年必须止写 3月1号停止受理订阅 但强调台日的巧莲制分开经营 日本纸本书仍持续发行 我们这一辈就是也是 就是看巧莲制长大 就换别的纸本啦 应该是这样 纸本月刊确定明年不如历史 电子化也还没定案 巧莲制透露 或许会以套数方式持续营运 但详细还是要等公司进一步规划 TVB的新闻 林亚南加提台北朝Model 前NBA的球星表弟卡森斯 跟云豹的合约 昨天完成了最后一场的例行赛 接下来还有表演赛 不过很多球迷就好奇了 未来表弟的舞台会不会在台湾呢 而根据了解呢 其实云豹的执行长表示 努力洽谈当中 而先前呢 其实NBA的摩收来台 场场爆满有很大的经济效应 而目前卡森斯来台的票房表现 都有吸引大约6000多人进场 不过执行长也认为 卡森斯他的球风 其实也比较符合球队的需求 说要帮助球队在和 新竹工程师的交流赛拿下胜利 前NBA球星表弟卡森斯旋风来台 短短一个月四场例行赛 已经打完 为台比永风云豹拿下三场胜利 也守住战绩第一的宝座 只是接下来的动向 还是让球迷好奇 在T1联盟的最后一战 卡森斯表现不差 交出30分5篮板5助攻 以114比88 击败台南台岗烈鹰守住主场胜利 前后两名NBA球星加盟云豹 各自带来不一样的成绩 只是看看票房表现 摩射霍华德来台前四场主场赛事 场场爆满1.5万人进场 反观卡森斯的四场赛事 最多进场人数在27号 有6215人进场 虽然单看进场人数成绩有些落差 但球队还有季后赛的目标也想达成 会不会再来台湾还是未知数 也如卡森斯所说 顺其自然 不过球迷还是抱着 满满期待 TVVation 李建伟 壮轩台北采访报导 另外一方面 年后大家有希望转职吗 现在物流业呢 其实人员也非常的紧缺 根据了解呢 物流业者他们开出固定上班时间 周休二日 月薪是浮动到6到9万之间 但是依旧是找不到人 把一箱又一箱的饮料 从堆高机搬上货车 一天搬运上百箱是常态 即使是冬天也汗流夹背 货都齐全了再出车 像这样的物流人员 平均薪水有6万 但人力还是很缺 黃先生入行五年 薪水从五万多 到现在月领超过十万 会开货车是基本条件 从减货搬货 还要会开堆高机 都得付出劳力 动作够快 论件记筹 送越多货领越多 高雄这间食品公司 最近招逼买马 征物流送货源 固定休周六周日 菜鸟约45k 上手之后平均都有6万以上 人才依旧难寻 现在年轻人对于这种 需要刻苦耐劳的工作 会比较挑 对 比较不愿意去从事 这种高劳力密集的工作 对 而不是说薪水领不到 只要不怕苦够积极 老板绝不吝啬 来一年多的员工薪水也破五万 蛮多年轻人做不习惯 但是这个也是我刚刚说的 心态的问题 也有企业的物流中心珍财 而工作地点在钢山本周工业区 可以月领最高9万 另外一间物流中心珍财 月薪6万至9万 工作内容需捡货 禮货 封箱盘点等 轮班至周休二日 薪水高但不轻松 大约那么好都是货车 大约有四到五万 没有 六七万有 六七万有 但是一天都一直要搬重物是不是 对 比较劳累 物流人员体力要够好 愿意吃苦耐劳 薪水破六万不是问题 但不是人人都能胜任 也难怪职缺不不满 不过农历新年快到了 年后转职潮似乎也蠢蠢欲动 很多上班组都觉得先过年嘛 年终落袋为安再说 但是人力专家也表示 年前年后跳槽更有优势 除了年终可理 年前套槽 对于薪资的谈判幅度比较高 喂 你好 朝九晚六上班组的一天 电话才接完 面前还有弄不完的报表 客户要的成效 记得清清楚楚 只希望自己的绩效 也都能被看见 领年终过好年 偏偏打开户头 总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 关键还是劳资双方 对考基的认知落差 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 品质就等于绩效 那可能主管更在意的是速度 有时候可能我们以为 有成果就是绩效 但可能主管更在意的是配合度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 以为的小事 在你主管的上级 却是很重要的大事 人力银行调查数据显示 员工认为影响年终的主要因素 包括公司利润 年终前走起 那这样我就领不到年终 不屈就也需要勇气 赌一赌机会成本 如果你觉得现在公司 端午奖金 中秋奖金都发不出来 那年终奖金应该也发不出来 那以一个月的年终奖金 大概有三到五万块的薪资 的这个机会成本 那你如果觉得说 你换一个新的这个工作转行 可以多出来的这个新的工作薪水 月薪可以多三到四千块 我觉得就是可以直接就裸辞 最怕年前离职变成年前失业 过去不敢洒脱裸辞 原因除了年终 还有下一份工作 确定之前的经济压力 不过职场誓求人的现在 考虑年前换工作的比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点八 创下十一年来新高 其实这种三四年累积下来 薪水没有增加 然后物价又在过去这三年 其实是呈现上涨一个情况下 觉得自己的这个荷包 是明显的一个缩水 生活开销增加的情况下 自然会比较容易 兴起要换工作的一个念头 再加上如果现在又遇到 有些行业是出现缺工潮的一个情况下 觉得说干脆就是转行跳槽 可能其他这个行业 也会有比较多加薪跟工作机会 这个时候会在年底开缺 通常都很急 你很有机会去遇到很好的 薪酬的筹码 等你年终转职竞争多 不等年终跳槽零更多 求去的拉力是加薪 推力是情绪 特别是裸辞 重新求职 状况不比跳槽 最怕眼高手低 他可能是金额的好 可能是你工作生活过得更好 而且可以更久 你有经过省慎的评估 经过预期 经过预测 这样子才是 能够避免让我们陷入 所谓的情绪性离职的陷阱 不过有时候可能只是从水生到火热而已 每一份努力都希望能有回馈 毕竟辛勤工作都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 TVBS新闻朱光宏叶甫 看不到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